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减税 努力把企业留在美国 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经济数据 第二季GDP的增幅创过去两年来最大 GDP是在第一季度上升了 美国商务部此前公布 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率达2.6% 比第一季度的1.3%增加了一倍 周四商务部更新最新数据 将第二季度的GDP增长上调到3.1% 创过去两年来最大增幅 川普上任后积极改革经济创造就业 到今年8月为止 川普累积创造了119万个工作机会 劳工薪资上涨2.3% 美国股市也频创新高 标准波指数在川普上任后 至今大涨了12.3% 新台记者唐浩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